f of sy 等于 2f 平方加 y 平方 第一题是求于曲面 z 等于 f of sy 相缺于点 113 的切平面方程式 好那同学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 113 事实上呢 是这个曲面的切点 好那我们要求切平面方程式 我们先复习一下 第一个若是曲面呢 z 等于 f of sy 它在点 也就是我们的切点 ab f of ab 它的切平面方程式为 z 等于 f of ab 加上 f partial s ab 乘上 s 减 a 加上 f partial y ab 乘上 y 减 b 好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对照一下我们的题目 我们应该会发现我们的切点 怎么写呢 就是我们的 113 事实上这个 113 事实上这个 113 是我们的切点 那也就是 113 事实上这个 113 事实上这个 113 是我们的切点 接下来我们要根据这个切点呢 还有切平面方程式 这一串式子 我们要把整个答案求出来 好我们就来开始求一下 首先我们已经知道了 刚刚说过了 f of ee 是等于 3 接着呢我们来计算 f partial s ee 还有 f partial y ee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 a b 我们知道是 ee嘛 f of ab 是 3 所以 ab 是 ee 我们先把 f partial s 的 ee 还有 f partial y 的 ee都算出来 所以我们来计算f partial s ee 还有 f partial y ee 要带入上面这个切平面的式子 好我们就来算一下了 f partial s呢 y 我们知道是等于 4x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 f of s y 等于 2s 平方加 y 平方 那 f partial s呢很明显是 4x 我们顺便算f partial y好了 f partial y呢就是等于 2y 好那接着呢 我们把 f partial s ee带入 我们得到 s 带 1 进去 y也带 1 进去 但是 y 没有东西好带 所以带 s 等于 1 就可以了 那答案是 f partial s ee是等于 4 f partial y 的 ee是等于 2 好接着呢 我们把这些东西呢 就是 f of ee 等于 3 还有呢 f partial s ee 等于 4 f partial ee 等于 2呢 我们呢都带入 这个方程式当中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答案等于多少呢 好 我们就求得了 所求之切平面方程式为 z 等于 3 加 4s 减 1 加上 2y 减 1 这就是我们所求的 切平面方程式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 叫我们使用线性逼进法 来估算 f of 0.9 1.1 整个答案是等于多少 好 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线性估计函数 好 z 等于 f of s y 在点 ab 的线性估计函数 我们的写法是这样子的 同学可以把 我们的切平面方程式的 z 呢 改成 l of s y 就是在线性估计函数的时候 我们要计算它的时候 我们把 z 把它写成是 l of s y 的话 好 我们来看哦 z 等于 l of s y 好 就是把它写成是 l of s y 等到右手边的东西照写 这个就是我们的线性估计函数了 实际上同学会发现 线性估计函数的写法 跟我们的切平面方程式的写法 是很类似的 当你把 切平面方程式算出来以后呢 z 改写成 l of s y 就是我们的 线性估计函数了 而线性估计函数呢 有什么用 就是拿来 估算用的 好 我们来看哦 就是 l of s y 至终你算完的 l of s y呢 好 它会大约等于我们的 l of s y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要怎么来做计算呢 好 首先呢 我们刚刚说过了 就是把 z呢 写成是 l of s y 的形式 我们就可以把 切平面方程式呢 写成是线性估计函数了 所以说线性估计函数 马上就出来了 诶 是不是跟我们的 切平面方程式 长得是很类似的呢 应该是嘛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f of 0.9 1 1 它会大约等于 l of 0.9 1 1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刚刚在前头这边 我们就讲了 f of s y 大约等于 l of s y 我们把s y呢 这个呢 带0.9 这个带1.1 就会变成是 f of 0.9 1 1 大约会等于 l of 0.9 1 1 好 也就是这边了 f of 0.9 1 1 大约等于 l of 0.9 1 1 好 接下来呢 l of 0.9 1 1 应该知道怎么算了 带路这边 sy带0.9 1 1 我们得到 等于 3加上4倍的0.9-1 加上2倍的1.1-1 就是s带0.9 y呢带1.1下去 好 我们的答案是2.8 好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f of 0.9 1 1 1 它估算所得到的值 就是2.8